指揮中心記者會上 來了一位特別人物 就是第一個對新冠肺炎 發出警訊的羅一軍 特地還原當天看到PTT上的訊息 發出警報的關鍵原因 看到對話截圖中的關鍵字 SARS 羅一軍腦中立刻拉起警報 加上醫院內部的檢驗報告截圖 當下判斷不是網路謠言 趕緊巡管道向疾管署回報 當天早上就分別通知中國與WHO 週五更宣布 對直飛武漢的航班進行檢疫 而這篇PTT貼文 更被鄉民稱為護國神文 PTT居然能夠贏過WHO 居然能夠讓他們有這麼大 他比的預算居然都辦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是某一個程度 譚德塞你自己應該要好好檢討自己 台灣的警戒性真的是相當高 那包括中國 包括美國 事實上他們警戒性 真的是比較低一些 鄉民與官員聯手 讓台灣取得防疫先機 不過也凸顯出 台灣被排除在WHO之外 許多重要資訊無法第一時間取得 台灣是利用大數據 在警戒疫情 世界上在偵測最新的疾病的時候 非正常的管道也很重要 政府有去求證 那這就是我們比起很多周邊國家 找了兩個禮拜 靠著PTT貼文 台灣多了兩個禮拜來朝前部署 而發出警示文的原PO 也被找出是台中銅綜合醫院 泌尿外科醫師呂景亨的妹妹 看到消息曝光後 呂景亨代替妹妹低調回應 強調這是該做的事情 網路上的爆料文章 謹慎查證使用得當 也能發揮正面的效果 華語新聞綜合報導